請大家來參考 看電視上在第18點的概念 就會把座位表記出來了 所以請大家 繼續來看 才不會到時候 因為我們這些教室跟管轟營運動還是有註意 註意可能事情沒有辦法呈現下來 你看題目的時候怎麼有很多動作 該看到的條件都沒看到 好 所以請大家 請大家記得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剛剛同學提的時候 這幾個 好 我們利息資本化 其實我剛剛帶大家看看課本裡面 其實都有寫 我只是把它很精簡二要的幾個點 在那裡把它刮出來 好 第一個 一定要有利息 一定有借款 一定一定有借款 一定要有借款的事實 因為你有借款才會有利息資資 因為你一定有借款才有利息資資 好 那或什麼叫做歷行內用 好 好 就是或者叫做歷行內用 第二個 你的專案切款的歷行 原則上 好 我強調原則上 就剛才講過 如果你還沒有動用的部分 去產生收益 你要控不掉 好 或者是呢 詞是什麼 你的進歷行 第三個 你給我聽話感 好 歷行資本化的經驗 一定是小於最高等於全部的歷行 好 我們剛剛講三點 這三點 這一點講的是它的吞花板 我可以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我絕對不能大於我全部的歷行資本 好 其實我還可以講個第四點 我的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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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 不必然 歷息 但應付歷息也算喔 我不一定要借歷息 但現金 才可以算是歷息喔 其實課本後面可以有其他一些的條件 其他人可以說 其中有一個就是 我的歷息支出不必然是指 已經付現金出去的 不外言之我借歷息費用 但應付歷息 這個歷息費用可不可以當作是我的天花板 可以喔 所以我剛剛講不必然是我要支付的 歷息的現金 好 那還有其他的條件 那我們後面也會再看 我可以歷息資本化的 實際上的支出的金額 我就說我支出的金額 必須是指我付現金的 如果我還沒付現金的 或者是像這個勇育公司幫雅清公司 雅清公司有預付的 那勇育公司就沒有動用到 他自己的錢嗎 所以這個部分他就不能去設斷 這個勇育公司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去看 好 當然重點 我們這個後面那個200 後面旁邊這個 他的科目295月跟你講說 我發生利息還是借利息費用 帶現金或帶應付利息 但是我利息資本化是借建築 我利息資本化的金額是怎麼 就分路怎麼寫 剛講完是你的金額怎麼算 接下來我們回過頭來說 你這些資格算出來最後要什麼 要入到你的會計帳裡面 你的分路上面 你的記錄上要怎麼做 所以假設你是幫你要建的 就是應該是代建資產或自建 應該是在建工程 好 因為我通常用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它是一個存貨性質的科目 或者是一個人工資產 等它蓋完了 如果是自己的 要把它轉為固定資產 如果像雅興公司 它是幫別人做的 然後就是轉出去 就是別人的 好 這是你要去看 它的交易方式怎麼產生的 來決定你的科目怎麼用 好 那我剛剛講說 你發生利息 你應該說借利息 不用帶什麼 就帶現金或帶應付利息 那最後你要把利息費用 轉為你的資本化的時候 就是假設這是建築 我幫你要建的 再建工程 好 再建工程 代利息費用 所以在295頁最後面 295頁不是最後面 第二點 就是要建建工程 代利息費用 所以它這第二點 我們剛才看一下在294頁說 市散有一個公司 X7年會建造廠房 因資本化的利息金額及 它的建造廠房的總成本 它總成本是多少 到X7年以 它的總成本是多少 就這裡囉 好 就這裡囉 它到X7年7月1號的時候 已經動用掉 已經動用了2300萬 好 但是X7年7月1號的時候 再加上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775 所以X7年底 這個 它為了建造這個廠房 代建工程 全部的金額是2377萬4千 好 這個資料 我們待會往下看的那個例子 就會用到 好 這是294頁 然後問的第二種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10例7 好 延續 因為剛剛這個雅清公司 柔育公司幫雅清 蓋的這個廠房需要兩年 所以接下來看X8年 好 那X8年它說呢 柔育公司在X8年中 在發生的建造成本是170萬 這 不是講1700萬 這1700萬是從X8年的1月1號 到X8年底全部發生的是1700萬 它沒有像前面那個例子告訴你說 我1月1號支600萬 5月1號支900萬 7月1號支800萬 沒有 它告訴你全年度 我全部發生了1700萬 它這1700萬呢 它這個基本上它就告訴你是平均發生的 好 因為像說哪一天領多少 哪一天支多少 沒有 1700萬每天 你把它想像成每天都 付一部分付一部分累積前1700萬 按理會死是這樣 然後呢 另外呢 在6月1號 那個永育公司 向雅慶公司先律收成件工程款 有1800萬 好 所以 現在看懂了 所以呢 在X8年度發生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 永育公司呢 它這個建造在X8年又支出了 均匀的發生了1700萬的成本 另外呢 在6月1號 向雅慶公司預收了1800萬 好 現在來看一下 X8年度 好 我們要發 我們的發生 我們基本上 我們建造的時候 是借再建工程 代現金或代應付帳房 或代應付費用 反正就是 合借財產資金700萬 當我收到這個雅慶公司的預收款的時候 是借現金代預收工程款 好 這個分數我就這樣聽過了 因為它就很簡單而已 重點是我們要來算它的金額 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X8年一開始 有2377萬5千 全年度平均 期初到期末 都這樣 對不對 好 那再來1700萬的部分呢 好 我們要算的是它的 加全平均支出 加全平均支出 我可以怎麼算 一個是我1月1號的 那因為1700萬呢 它告訴我平均發生 那我這樣平均發生 我只能用簡單平均 期初加期末除以二 這樣聽懂 就是因為它1700萬沒有 像我們前面說 1月1號支多少 5月1號支多少 哪一天支多少 沒有 它只告訴我這一年度 平均發生1700萬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的平均 就是只能用簡單平均 期初加期末除以二 期初一開始是2377萬5千 期末是多少呢 2377萬5千 加上當年度 全部發生了1700萬 這是期末的金額 那平均支出 那平均支出 除以二 好就是到 X8年12月31號 好 所以我的平均支出 算項 我是2377萬5千 加1700萬除二 所以我平均是3227萬5千 3227萬5千 我的平均支出 加權平均支出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但是我在X8年的6月1號 收到1800萬 那它全年的平均是多少 因為呢我是全年是12個月 我是6月1號才收到 所以前面5個月是沒有的 所以平均 你本來想到每個月平均是多少 所以是7個月 6、7、8、9、10、11、12 7個月 好 所以它的平均支 收到的金額 全年度來看平均的金額是 1800萬除12乘7 所以是1050萬 1090萬 換言之呢 我雖然全部都供成款 我X8年平均支出的金額 是3227萬5千 但是這3227萬5千 有沒有全部都用到我的錢呢 沒有 因為我先跟雅青收了1800萬 那1800萬6月1號收到 所以全年平均來看是 相當於1050萬 所以有預告是動用到 自己的錢的部分就什麼 只有2100 2177萬5千 所以有預告公司動用到自己的錢的部分 所以有預告公司動用到自己的錢的部分 所以有預告公司動用到自己的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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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預告公司動用到自己的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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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預告公司動用到這個錢的錢的錢的錢錢的錢的錢 我才要算利息 所以我用到別人的錢 我就沒有動用到自己的錢 沒有動用到自己的錢我就不能算利息了 好 所以一樣喔 我這邊講 我這邊先帶一下後面的那個形題呢 例子裡面 形題裡面有講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表示你有沒有拿錢出去 你還沒有動用到錢 那你不要接錢了 不用喔 所以應付賬款 我這邊要指的是我實際支出 如果我產生了這些支出 但是我還沒有付錢 還沒有付錢就是我的應付賬款 還沒有付錢 我就不用 我就不用借錢啊 不用借錢你就不能色算利息 所以你要記得 如果有應付賬款的話 表示你還沒有動用到現金出去 你沒有動用到這個錢 實際上的現金支出的話 你是不能算利息的 好 所以接下來看一下 我現在呢 動用到自己錢的 有利的部分呢 有利公司實際上動用自己的錢 那差8年 平均就2177萬5千 好 所以呢 好 我們來 我的支出金額這麼多了 那我就知道了 我的賬案借款是2000萬 一樣 2000萬去乘上5% 那是一年啦 12月31號公立席 所以這些100萬 那我實際上支出呢 是2117萬5千 77萬5千 扣掉2000萬的專案借款 因為我的專案借款就有2000萬而已 可是我支出金額有2100多萬了 所以100多萬是動用到自己的一般借款 一般借款的利率當然已經算了 加權平均是7% 一樣是一年 所以是17 1775 乘上7% 所以12425 所以我利息資本化的金額是112425 也沒有超過我實際上發生的利息 我的天花板是205萬 沒有超過我利息資本化的金額就是這個金額 112425 這樣懂嗎 再一次OK嗎 再一次裝放外了嗎 今年沒有裝放內的話 明年還是要繼續 還是要再幾次的話 那你也辛苦啊 三年級的課 聽說更重要 好 好 因為這個觀念呢 其實 會計裡面觀念不是很複雜 那可以用在很多的面向裡面 要去計算怎麼算 會計裡頭你不是老闆 所以要說你像算給別人看 那你要先懂得怎麼算 你才知道未來的做很多的判斷 你才知道怎麼做 所以 必再強調 所以我沒有講 這個一開始先把他的規則說了 然後接下來先去看你怎麼算 那這個規則跟我怎麼算 就可以把他內聚起來 也讓你協助你去理解 他為什麼是這樣來的 好 那我們可以利息資本化的金額是這個金額 好 最後問你 請問一下 他有一個公司建造這個 幫亞新建造這個房子 全部發現的成本有多少 這個再建工程的金額 總金額到X8年底全部有多少 好 全部有多少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X8年初23775000 當年度X8年發生的金額1700萬 X8年底算出來配營社財利息的12425000 所以 永育公司幫亞新公司建造了這個廠房 全部的成本 全部是4189925000 應該跟課本就一樣了 295頁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總成本是4189925000 就這樣子了 好 這是我利息資本化的 這是我們考試的 我上考這裏 這個一定會考 因為這個是付塊以後我們有講過的 好 所以呢 我為什麼第七三我現在先講到這裏 敲換已經不講了 因為敲換我們其實是有機會有講過的 來不及我們是在幫大家怎麼複習一下 但是我們比較希望說 要講一點西 所以下次我們考完詩之後 我們會再把交換再交代一次 好 你交換 資產交換是怎樣 怎麼做 好 但是利息資本化 那這裏是一個叫新的 但是因為很多東西呢 都會談到利息資本化 很多東西 不是只有這個 在建築工程 而在建築工程的 基金資本而已 那很多的 他們會談到利息資本化 那利息可以資本化 它可以資本化 它可以資本化成本 這個做很重 所以其實比較新的東西 比較跟它 那在這裏呢 我們很快就在一個短短的地方 我們剛剛有提到利息資本化 已經前面我們在談的期間 利息資本化的期間 其中有一件 有第三點把它說 利息資本化呢 的前提之一是必須 你有在做讓這個工程 或者讓這個資產 事件資產必要的工程進行 意思是說 如果你有停工呢 你有停工所發生的利息假設 好 我現在呢 擦七年去月亮太子貸 再到擦八年的2月1號的時候 我友誼公司突然間 先停了 然後呢 等到三個月或者是一個月之後呢 他又再開始再繼續建 那請問一下他停工 這個月份 我說銀行不會說 啊我那你頂了 我利息不要跟你收 不會啊 反正我從見你 見以前開始 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反正我見你錢 我都開始算利息 所以這個月呢 他停工 或者這三個月他停工 你好要照收利息 你要不要收利息 但是這個利息 我可不可以資本化 剛剛有講說 我利息呢 利息資本化的期間 我必須為了讓這個資金資產 而進行完成的必要 工作 那表示我停工 就沒有了 因為停工 都有沒有在做必要的工程 沒有嘛 但是 是不是所有的停工 都不能算 要看你停工的理 要看你停工的理 如果停工的理由是 有一個公司說 我好像設計錯誤了 好 設計錯誤了 我要去停下來啊 因為重新去看一下 我哪裡沒有做好 沒有設計好 所以我要重新去調整 然後再來開始想出去啊 所以這種停工 如果是自願性 因為自己剛開始沒有想好 不是 是自願性的 你自己先安定的 這個時候的利息就必須停 你停工 你停工這段期間的逆襲 不能之恆化 好 這是因為你自願性的 如果你今天停工是因為 因為發生了一個6.2的地震 那我不知道 因為我在進照鍋子當中啊 我很怕我的結構體有沒有 因為地震而發生了一些 這個移位 好 所以我就先喊停 先去檢查一下 它的結構體有沒有走位 有沒有必須再重新調整 那這種是不可抗議的 藝術所造成的停工 利息可以自願化 這樣聽懂嗎 好 如果你是自願性的 我要改變我的設計圖 或者是我做的 當作設計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什麼事情 所以我必須喊停 重新去做一些調整之後 規劃你們才能夠繼續施工 那這一段的利息 停工的這段利息不能自願化 好 那如果是自願 或非自願性的 不可抗議的因素 因為地震 那我不能不管它 我為了要能夠 我要必須去施工 利息才能夠自根化 所以我繼續買個投資 那蓋完了以後才發現 我這個房子是斜掉的 那不是更嚴重嗎 所以像這種不可抗議的因素 而導致停工的利息 這個行的利息是可以自根化的 好 那我剛剛講的是什麼 不可抗議的因素是為了天山 那我記得當時後 在台北的時候是一坪院 一坪院好像那時候 那個有講到說那個房子 那個建設公司蓋的那個一坪院 它高度很高 所以就要幾樓以上 就可以看到總統關頂 總統關頂的活動 所以這樣子會有為安的問題 所以後來就緊急 台北市政府 還有我也搞不定是怎麼幹 我就緊急喊 喊這個喊他 喊他不是說這個房子不能蓋了 而是他必須從內域設計 也許是面對總統府那一邊 必須全部都是什麼 牆壁 就不能開窗 我不知道了 我記得那時候 有這麼一則新聞出來 好 這樣 因為我為了要考慮到總統府 總統關頂的安全 所以面對總統府的那一面強力 我不知道後來要怎麼調整 可是當時有憑這個問題 就全部要做一些調整 修正 所以讓他這個不會 這個居住在比如說15樓以下 就可以完全可以看得到 總統關頂在做些什麼事情 這樣會維持總統的安全 所以那樣的 停工 不是天災 可是也是不可怕的地方出啊 我當時候設計的時候 我申請建築執照的時候 我的設計圖就是這樣設計 你當學人們跟我說不可以啊 我幫過來了 我說我開始蓋了 蓋了以後你跟我講說這樣不行 所以像這種 因為法律或政府的因素 都喊他的歷史 他不是自己喊他 所以這一段的歷史 是可以資本化的 相信有 所以這些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那個現象 你自己要去把它連著一起 好 這是當你發生停工的時候 利息可不可以資本化 你要去做一些的判斷 好 那勝利八呢 是告訴你說 如果我的利息支付不是 六月份才開始的啊 全年平均啊 我們的家權平均啊 是因為我們要算我們的利息 我們是用年利率 我們是用年利率啊 所以要年平均去成我的年利率啊 這樣懂嗎 因為我們是年利率 好 所以萬一以後我給你的月利率 那你要去算那個月的平均 好 那你換人來說 我們先不要講說這個一千八百萬 是你在給我們錢 假設我去存銀行的話 銀行還從六月跳槽 就有算利息啊 那我說啊你平均 全年度的平均利率 利率是多少 是不是一樣 你是類似的外面呢 因為我們算的是 我們的利率是你的利率 好 好 再想想 這有點下我們喔 欸欸 你不要想太遠 這個家權平均的觀念 跟我們在算EPS的時候很像 EPS是不是算流通在外 家權平均 家權平均流通在外平均 沒有辦法到底啊 你幫他想說 他提供我的資金是從12月31號才給我錢 那我要算利息給他嗎 或者是他對我公司裡面有任何的貢獻網友 就一天誰說 那個12月31號才增加出來的補助 是不算進來的 好 好 那市立巴給你的是 我獎勢是每個月算月息的 所以你怎麼可以做 或者是每季算利息的 所以你要注意 你利息支付的時間不一樣 就跟我們年金、負利的商業是相同的 好 那我們年金、負利是相同的觀念 好 好 那那個 所以呢 我們下個禮拜上 下個禮拜考試就考到第七章 有關於第七章一開始的 科目的決定 還有利息資本化 就是這兩個 我們第七章講的這兩個重點而已 好 好 那那個 就我們今天就先提早下個禮拜 那財財的童子先留下來 因為 常老師呢 有事情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在這邊實行 嗯